那么这类特效我们都是能分开一个一个元素去掌握 然后自己的自由的去组合 我们在这一节呢看一下 这种电光穿过人体的效果怎么样去做 其实方法都是很简单 但是需要呢反复的去K真 那这边呢我们还是 加载我们这个唯一的这个素材 那这边把素材加载进来 然后我们拖动 将它新建合成 那合成有了之后呢 我们来新建一个纯色 右键纯色 那这边纯色的话我们叫做Sable Sable的话呢这边确定一下 颜色呢无关紧要 我在右边搜索一下 Sable可以根据蒙版生成路径 首先这是默认的状态 我们这边就选一个你要画过的颜色 比如我想要一个红色或者是粉色或者是阳红色 确定一下 暂时呢把Sable隐藏一下 然后涂层隐藏一下 我们需要画的时候呢 你要在跳舞的位置找一个 相对来说全身运动幅度不是很大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镜头 那比如说我这个手 一挽手的一瞬间 从手上边画到下边 从上到下或者是从下到上 然后我们自己把控 那我现在就可以调到完整的分辨率 尝试呢画出第一个蒙版 注意你要选择Sable插件的位置 选择蒙版 放大图像 我们呢这个人的轮廓呢就是这样子一个半圆形 你可以尝试用五个点的方式去画 比如我在这个地方点击 然后在下边再去点击第二个点 拖动一下 然后点击第三个点 然后第四个点 第五个点 当然手的这个部分相对来说特殊一点 我们这些点绘制好之后 你可以随时呢用转换点工具 把它拖成这种半圆形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背赛而曲线 当然顶部的话就没有必要去拖了 顶部的话 这边用选择工具 如果你想整体移动的话 这边按住out键去拖动 可以整体去移动 那我们从顶部往下 或者说从底部往上 当然这个效果它就是在一瞬间 很快的一秒钟之内完成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要挑一些关键的点 比如现在是头顶的上边 那我们看一下展开 这边我就重新画了下这个半圆 然后你是最终在首部结束 那这边我们可以再稍微往里边一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区域 所以你有一个大体的轮廓 轮廓呢不用说特别的准确 然后我们在这边结束 那我们旋转蒙板 开启蒙板路径的关键帧 这边就没两帧尝试呢 移动一下 这边移动两帧的话 你发现这个位置和之前不一样了 首发上的变化 这边我可以按住out键拖动往下一点 那这边图形变小了 我就找一个关键的点 尝试缩放一下 再把这个点移动一下 放在这里 然后按下回车键 那我们这边点击下空白处 再点击一下单点可以移动一下 然后继续往下移动两帧 那我们现在找一个大的范围 比如说手肘的位置 你也可以双击同样可以移动 那现在呢 我们需要呢 再把这个针放大一点 所以这类特效呢 不是特别的困难 就是我们需要呢 把这个位置匹配好 重点就是 我们在第一阶段 把这个核心的关键针打好 按下回车确定 然后这些单独的点 现在是胳膊的地方 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对好 头部呢 可以稍微往上一点 我们不用担心 然后往下也可以充当是头顶的这样一个范围 然后继续往下 那么头完了之后 我们就到这个鼻子和眼睛这个位置 那你再移动两帧 然后我们这个帧往下移动一下 找一个关键的位置 这个时候图形呢 变小了 我们需要呢 把它再放大一点 拖动一下 然后这个图形整体 它是会有一个简单的变化 贴合你的绘制的图形 然后我们继续呢 往下 这个时候再来两帧的话 就是下巴和脖子这样的一个位置 确定一下 然后点击下空白处 继续移动一下 贴合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移动两帧 那么脖子位置完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往下 可以到这个胸部 所以就是分不同的阶段 你可以每个阶段呢 都加入这样一个图形 那我们继续往下 胸部完了之后呢 就是我们的腰部 移动两帧 注意这边一定要按住out 或者自己双击去移动 那这边我们就定位到中间的位置 点击下空白处 再拖一下这些点 移动一下 匹配一下我们这个圆环的这个关系 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位置 你可以让它更自由一点 贴合一下人体的这个轮廓 继续移动两帧 然后继续往下 这个时候到了腰部 那我们这边还是需要 把这个位置给它贴一贴 匹配一下 往里边一点 或者长一点短一点 自己的把控这个弧度 这一点完了之后 我们这个腰部往下 就是到了臀部 继续移动两帧 这边继续把它往下移动一点 图形呢又需要放大一点 匹配一下 这边再往左一点 往右一点 这边往下一点 往上一点 臀部完了之后 继续往下 你可以先大腿或小腿 或者说先把这个膝部 或者说先把这个膝部 关节的部分给它做一下 这边就需要小一点 往里边一点 稍微的缩一点 我们希望有这样一个圈的感觉 就保持一个半圆的弧度 然后这个膝盖完了之后呢 继续移动两帧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移动 到了这个脚踝的部分 所以分为不同的小的阶段 继续往下一点 脚踝的部分完成 继续往下 那这边它有一个运动的变化 我们继续往下 比如说脚掌的部分 这边再往两侧延伸一点 所以技巧呢不是很难 就是需要呢我们不断的K针 那如果说你有多个角色的话 你一对角色都要K针 我们这边遇到了分支 那么上一帧是脚掌 也就是脚踝往下一点 这一帧我们要到脚尖的部分 脚尖的话我们给它多一帧 我们看一下之前这一帧 又移动两帧 移动三帧 那么这一帧我们让它再往下一点 你可以让它从一个角这样子延伸上去 然后出现整体的动画 这边再移动一下缩短一点 整体来说路径不是很复杂 调起来也很简单 然后这边看一下 它有一个往上的过程 但是中间两个角闭合的时候 可能这边差了一点点 我们需要补充一下细节 这边再往过调一点 所以你要最终看一下 这个帧数往上跑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是逐渐往上 然后我继续看一下 有不好的地方或者说不协调的地方 可以在人工调一调 这样子 继续往上 当然有的针中间距离远的话 可以再拉一拉 这样子我们看到基本上它是往上去跑 没有太大的错误 然后这边也调一下 稍微的扩一下 往里边一点 然后这个光继续往上走 基本上都能对上 然后回到手指 从这个位置下来很快 所以当你完成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显示出我们的图层 所以关键帧不是很复杂 我们显示一下 然后Cyber显示一下 Cyber现在还没有记录这个蒙版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它自定义主体的地方 选择遮罩图层 也就是蒙版 你可以看到这个光已经出现了 我们把Cyber它的模式 改成屏幕 就可以看到这个光源 那我们现在来播放 选中这个图层按下U键 来看一下这一段 可以定一下我们这个 整体的大小 我们看到这个针虽然很多 但是实际上 这个位置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看到这个效果非常的直观 我们这个画过身体 就是这样子做出来的 然后前提呢 在这里还要有一个 辉光的一个透明度的 突然间的闪现 所以你在前边 比如说两针的位置 我们在Cyber中可以调这个强度 你可以完全把强度降下去 但是本身图层的还有颜色 我们这边扩散也可以降下去 主体大小都可以降下去 这样子就完全没有了 然后开启关键针 那注意 我们要先开关键针 不然后边就看不到了 回到前一针 把它的主体大小扩散强度 开启关键针 然后往前两针 这些数值都给它降下去 这样子图像的就消失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前半段 然后结束的时候到腿部 其实你可以从中间开始 这边我们给它再打一个关键针 选中图层按下U键 显示出已经打过的关键针 这边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加一些针 然后让它结束的时候 这件都改成零 所以这样子我们这一个不到一秒的动画呢 画了很多关键针 具体速度的快慢 就看你自己关键针打的长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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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